首先来关心天气的变化 这两天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高雄市区降下大雨 其中部分市区道路也因为排水不及 出现积水的行形 高雄市长许立明19号下午 也再度前往水晴中心 了解西南气流造成的影响 并且指示相关应变作为 希望将水患的灾害降到最低 19号下午高雄市长许立明 前往水晴中心了解这波 西南气流造成的影响 并且指示相关应变作为 而这场大雨的确来得快又急 造成高雄市区多处出现淹水状况 包括人武大社等地 马路积水都相当严重 其中凤人入宇城关路口 淹水高达40多公分 警方到场后进行交通管制 回堵路段将近一公里多 最后环保人员到场将水垢盖 打开排水 积水才慢慢消退 刚刚这身大概都多身了 这边你说淹起来的 大概一公尺 一千两三四十公分 三十公分左右 另外高雄山区大雨下不停 除了台29线 纳马下到无礼谱变道 实施预警性封闭之外 桃园区因为达到 豪雨标准有治灾之余 市府19号深夜也宣布 桃园区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并且发布通知 劝离民众自主离灾 同时通知黄色警戒区域民众 洗肾患者及孕妇 劝离到安全处所以保安全 连日大雨也让高频吸水 进账不少 除了可能会因为 吸水浑浊造成 短期供水不及之外 长远来看 这场门雨封面 及西南气流的供卖影响 不仅对整体水情 有帮助之外 也仍明显输解 高雄地区这一阵子的 旱象危机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